以色列說他們的軍隊星期二在約旦河西岸擊敗了三名巴勒斯坦人 以軍說巴勒斯坦武裝分子是納布奴斯士一輛汽車內向軍隊開槍 以軍還擊並殺死武裝分子 以軍又表示他們在車上找到三支槍以及彈藥和其他軍事裝備 據路透社視頻顯示軍車封鎖了事發地區的通道士兵似乎進行檢查 這次的槍擊事件是約旦河西岸一系列暴力事件中的最新一宗 當中包括以色列的特集行動、巴勒斯坦武裝分子的襲擊 以及以色列定居者在巴勒斯坦村莊發生的暴力事件